今年来播出的韩剧中 不少现役当红男演员几乎都是95后 第一位是95年出生李道县 此前他出演多部作品都获得了观众们的好评 近期他与宋慧桥合作演出热门剧《黑暗荣耀》 再次凭借精湛的演技收获了高人气 同样是95年生的安孝谢 近期凭借这内相亲拿下了SBS演技大赏的 男子最优秀演技奖 而他接拍的韩版《想见你》 势必会再次掀起讨论 此外偶像出生的B2B露星才是95年出生 YouKiss李俊荣则是97年出生 男人都曾获得奖项肯定 稳定发挥的演技备受好评 接着是96年生的金勇大 以及98年生的李宰旭 双方都拥有成熟脸孔 但其实都未满30岁 人气也持续上升中 对此我我们惊讶的发现 这几位大师演员都有共通点 就是身高都超过180公分 且私底下还会约出去喝酒聊天 果然帅哥的朋友也都是帅哥呢